3月6日晚间 塞尔维亚国家安全委员会 举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会议 会后 塞尔维亚内政部长亚历山大武林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根据执法部门已经查明的数据 总统伍七奇及其家属遭到非法窃听1572次 遭到窃听的包括伍七奇本人 他的父亲安吉尔科 长子丹尼尔 兄弟安德里 案件已交给检察院和法院 武林没有透露具体参与非法窃听的 嫌疑人姓名和职务 但他表示塞尔维亚内政部有高层官员涉嫌此案 7日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指出 对总统伍七奇进行窃听 是企图发动国家政变 他要求对此事进行彻查 我认为这是安全部门人员联手而为 主要是内政部及执政党部分官员联手而为 布尔纳比奇董事指出 对武器齐的非法监听 存在外部干预 目的是迫使武器齐下台 进而破坏塞尔维亚的稳定 从塞尔维亚总理和内政部长透露的情况看 该国面临着巨大的国家安全威胁 甚至是内外勾结的政变密谋 从另一个角度看 塞尔维亚及时挫败了一场 处于萌芽状态的政变 公开透露出来的信息 就已经是如此触目惊心 更不要说台面下的激烈斗争 内政部指挥的是警察系统 内政部高官涉案 意味着有高级警务官员 在对总统进行窃听 另外情报部门官员也参与了此事 总理布尔纳比奇提到的 执政党官员涉案 更说明有人正在预谋 除掉武器齐之后 企图直接取而代之 这个巨大的阴谋 并非只是几个内鬼所能完成 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支持和介入 他们也未必有胆量冒险 塞尔维亚面对的这场政变阴谋 很容易令人联想到1973年9月11日的智力政变 当时的民选总统阿联德 就是被政变军人直接杀害 导致政权一手 变成了皮诺切特的军政府 而在背后策划这场阴谋的 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阿联德是经过民主选举而成为智力总统 但他的左翼路线 以及和苏联亲戚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却被美国视为大逆不道 欲处之而后快 所谓民主价值观 在美国眼里根本不知一闻 伍奇奇自2017年当选塞尔维亚总统以来 塞尔维亚与中俄加深了合作关系 在军事上与俄罗斯联系密切 在经济贸易等方面 与中国全方位合作 尤其在疫情期间 伍奇奇本人对中国表现出来的 亲近感和感激之情 外界都是有目共睹 而这一切让那些密切关注 巴尔干半岛的势力极为不安 伍奇奇在怎么灵活周旋 躲闪腾诺 也会被西方认为是不可靠的领导人 他们需要的是一位 对西方言天计从的傀儡 将塞尔维亚利益置于西方利益之下 如何让武奇奇滚蛋 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 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势力 通常有三种手段 对付这些中小型国家 一通过金钱和舆论支持 让自己满意的政党政客 在选举中获胜 并立刻承认这是民主的胜利 二如果一失败 就通过街头示威活动 西方宣布选举存在舞弊 让代理人重新获得上台机会 三如果一二都失败 那么就册封街头总统 并对合法政权进行制裁 让目标国陷入长期的政治混乱 武力发展 但美国这一套在武奇奇身上 并不管用 2017年 他是在第一轮就赢得50%以上选票 省去了第二轮PK 而且他对欧盟持积极加入态度 美欧都放松了对塞尔维亚选举的干预 等到两年之后 美欧发现武奇奇变了 却已经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政治反攻 要不武奇奇怎么叫老阴阳师呢 由于巴尔干半岛太过敏感 美国将希望和力量放在了2022年总统大选上 以便合法地将代理人扶上台 但去年6月的塞尔维亚议会大选 让美国彻底绝望 武奇奇领导的进步党 获得63.35%选票 赢得议会大选 在250个议席中占有189席 盟友社会党 10.8%的得票率 获得32席 依照这个趋势 以武奇奇的支持率 明年4月总统大选 他极有可能 又在第一轮胜出 连第二轮PK机会都不给对手 要将武奇奇拉下马 美国必须采取非常规手段 窃听就是其中之一 只不过现在的窃听力度急剧加大 还有就是舆论攻击 在中国网络上也可以看到 那些对武奇奇的歪曲 想象力极为丰富 贝尔格莱德是巴尔干半岛的间谍之城 有近40个国家间谍 长期再次活动 从1572次窃听来看 外国情报机构和内鬼们行动 是何等随意 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 因为欧洲无论哪个国家 主要使用的是美国的通讯系统 互联网设备 那么美英情报机构 则是可以通过后门进出 得到他们想要的数据 武器极被窃听事件 幕后指挥部在哪里 德国 法国 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都心知肚明 他们也面临着同样风险 但都不敢说话 美国如此仇视华为设备 并于置之于死地 就是因为华为设备 华为的5G网络 将切断美国的窃听渠道 所以华为设备 5G网络 在美国嘴里成了每个国家的安全威胁 谁与华为合作 谁就是跟美国过不去 要不要选择与中国通讯企业合作 只要是正常的国家领导人 都会做出正确选择 但有的政客 却是用国家利益为代价 去配合美国 以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 这就是现在西方国家的可悲之处 非法接听武器器全家 有两个主要目的 一 掌握它的动向和行程 随时可以直接威胁 它的人身安全 二 或许他或他的家人的不利信息 在加工程信息炸弹 在选举期开始后 扔进舆论场 将武器器搞臭 切听时间长达一年半左右 武器器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被切听 也知道是哪个国家在指挥 但他说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利益 并不方便公布是谁切听了他 塞尔维亚安全部门 车网桌内鬼也在悄悄进行 直到3月6日晚宣布收网 从塞尔维亚内鬼所在的部门和级别来看 他们本身就是情报和警察机构重要人物 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有别的国家在帮助塞尔维亚 打击这些内鬼 根据波黑前总统米罗拉德多迪克的说法 切听他与武器器通话的就是英国情报机构 塞尔维亚也有证据证明 是英国人在切听 但武器器到目前也没有公开说明 是哪国情报机构在幕后操作 武器器不明说 英国就跳不起来 伦敦总不能抢先大叫 不是我 我没有 英国与美国是穿一条裤子的 在美国被斯诺登曝光大规模非法切听 欧洲领导人勾当后 这几年都是英国冲在前面 毕竟五眼联盟老哥俩作案 是不分彼此的 英美共享一种叫Nukeland数据库 收集到的电话交谈的内容 另外Marina则共享存储的互联网单元数据 这对武器器的切听行动 只是美英切听欧洲领导人计划的一部分 但对武器器并不仅仅是切听 而是要除掉它 可以在政治上 也可以在肉体上 如果武器器有意外 那么萨尔维亚在下半年 或者明年四月将陷入混乱 美英操纵空间就非常大 就算代理人无法上台 其他有望上台的进步党 或者社会党领袖都会惹人自危 萨尔维亚外交政策 必然会出现重大变化 美英的毒辣手段 有时是很管用的 他们甚至不用自己动手 受到武器器打击的萨尔维亚黑手党们 就非常乐意效劳 接下来无非是法律持久战 萨尔维亚既然公开了此事 说明内鬼已经被掌握了罪证 很难说 但美英多年编制的 萨尔维亚间谍网损失惨重 是必然的 萨尔维亚最重要的是稳定 美英最需要的却是混乱 只有混乱 他们才有机会上下其手 明年把代理人推上总统宝座 无器器的存在 是美国的地缘政治计划的一个重大障碍 切丁事件不是斗争的结束 而是刚刚开始 但靠萨尔维亚一国之力 无法与穷恶及物的势力抗衡的 西方所谓的民主 自由 人权 都是鬼话 萨尔维亚要想在险境中生存和发展 除了内部要清醒和团结之外 还必须依靠国际上正义力量的帮助 武器即站稳了 萨尔维亚发展好了 才能给其他中欧国家打个样